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投票你还记不记得你昨天是不是想说今天应该没有行情了 因为昨天大涨前天崩盘 礼拜一崩盘 昨天大涨 连续两天今天应该没行情 你看今天又有行情 对 今天又出现了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 我昨天有跟大家讲 要干嘛 绝地大反攻 有没有 我还特别跟大家讲 我们一直希望说能够帮助大家赚钱 我们今天还是赚钱 今天是放空赚钱 对不对 你会觉得很怪 今天是不是涨嘛 放空什么会赚钱 特别我跟大家讲 这个就是中间操作的策略 你要如何来做掌握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航行 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电视的画面 好 你看一下今天的航行 8月26号 8月26号今天的低点在7432 高点在7678 所以你看航行的盘还是很大 对不对 高点点差了246点 航行还是非常的一个大 那我们跟大家讲 今天的盘 早盘是有先出现几杀 你还记得吗 今天开地嘛 开地之后又往下灌了快100点 后面才弹上来 对不对 所以 我这样讲 因为昨天 我们的多单真的是破纪录嘛 对 我刚才有讲 昨天我们的多单是破纪录嘛 对不对 600点 那我们那个客户 那个先生 我们那个会员 那个先生就说 诶 文老师说 真的不把一天摊到水店 真的 他打电话来啊 真的没有一天抓过这么多点 然后他今天跟我们讲什么 他今天还是播电话进来 他说 诶 文老师我真的 我从来不知道 什么叫做多空双转 对 他今天 有感受到那种感觉 今天我们是空单啊 早盘那个空单 杀下去 好 那今天的航行怎么掌握 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 来 我们请现在示范到电视的画面 这个是今天航行 早盘这一段 对 早盘的这一段 先往下击杀 开盘 开低 又击杀 因为后面才谈嘛 所以早上这一段最重要 空7520 补在多少 745 这边65点 短短的16分钟 短短的16分钟 这边先做一个掌握动作 所以我们昨天才跟大家讲 你要绝地大反攻 多空双向操作 对吧 我们昨天的活动是什么 来 我们给大家来复习一次 来 我们请回到电视的部分 昨天我跟大家讲什么 绝地大反攻 9月份零成本体验嘛 昨天其实 蛮多投票朋友都有来做 打电话来做掐询 那我还是跟大家讲 对 如果你昨天有来问 今天是不是 让你绝地大反攻 对吧 对 你早上那一波空单刹下去 你要知道补喔 投票 万一你没有补 后面彈上去 也变得了解 所以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好好讲 为什么 今天空单刹下来的时候你要补 这个就是重点喔 这个就是专业跟经验 的一个判断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航行 来 我们再回头来看一下 来 我们再回到电视的部分 好 你看喔 对 今天往下杀对 7432 7432 后面有往上拉抬 那你看一下今天的航行 早盘这一段先做什么 击杀的动作 所以我们今天的航行 都会跟大家 讲得非常的清楚 来 我们先看一下手办 好 这个是今天的8月26号 礼拜三 早上的8点49分 请你注意喔 是8点49分 来 同朋友 期货开盘整点 8点45 对不对 所以四分钟之内 我们就做出判断 这个不是随便便 开盘四分钟你就要动作 而且你要做对 对不对 来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来 我们再回到手办 8点49分 空单 7520 放空 击杀白脸 对不对 同朋友你就觉得很怪嘛 因为今天尾盘收高嘛 对不对 今天尾盘是收高 还涨到7670几点 那你应该会赔钱 你说 问老师应该会赔钱嘛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为什么 杀下来要知道要补 好 我们什么跟大家讲 来 我们再回到手办 这边对 7520 7520 偏空操作 好 接下来什么动作 7455点 市价平常 65点 我们第一点出得太漂亮了 9点06分 所以你看多短的时间 16分钟而已 有没有带你绝地大反攻 我相信有 对不对 短短的时间 65点 带你绝地大反攻 你错过第一波的 part 2 我们今天有个part 2的活动 千万不要再错过 好 投票朋友 先让文老师卖一点点罐子 对 因为昨天真的 很多投票朋友看到我们这个绝地大反攻活动 很有兴趣 可是可能有 有投票朋友昨天 可能 没看到节目 说真的就很惋惜 很可惜 所以今天很多人来跟我老师讲 好 那既然如此 我觉得 我们还是要尽我们的全力 帮助大家赚钱 我常常讲 没有人希望你亏损 说真的 谁希望你赔钱 文老师不希望 大家都不希望 没有人希望你赔钱 可是有时候常常 你会觉得事与愿违 所以我们希望 能够尽我最大的力量 帮助大家获利 好不好 我们再回到手办 所以你看我们先把今天盘讲完 你看 745 回补 这一段 你看这一段击杀 你看 补得多漂亮 补在这里 745 第一点只在补得太漂亮 短短16分钟 你看后面是我弹上去 你万一这边你没有补 后面你会了解 后面你会变赔钱 所以这个需要什么 非常非常精准的判断 你必须知道 今天往下杀的时候 你不能再加控下去 你要回补 这个就是重点 昨天一直大涨 对我们都不补 打死就不出 600点 为什么 状况不一样 而且你看 今天国安基金 讲一定进场 力量很强 涨上去 我什么时候跟大家讲 这个就是重点 今天确定一定要进场 昨天讲授权 我哪天跟大家讲 请回到手板 礼拜一 8月24号 礼拜一的晚上11点 我跟大家讲 不排除国安基金进场 互盘 昨天美股 应该说前天 中错开盘 中错1000点 我跟大家讲什么 不排除国安基金 进场 互盘 礼拜一的晚上11点 今天 礼拜三 8月26号 你看我们领先 多少 是不是提前告诉你 不是今天 确定了我今天跟你讲 那一点意思都没有 大家都知道了 好 所以重点在哪里 你要知道如何做操作 来我们再回到手板 所以你看是不是像这样 尾盘拉上去 你知道这边你要先出 而且你今天要多空雙钻 这边空你要钻 后面多怎么钻 我等一下会教大家 后面这一段你要怎么钻 所以我们看 我们今天又在什么 16分钟内空单轻松 钻到65点 昨天全力做多三笔 如果你全做了 大算600点 那我跟大家讲 今天跌幅不见得 会很深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空单要干嘛 要干嘛 建好就收 对 你要注意哦 我们的空单要干嘛 建好就收 因为跌幅不会很深 我们的保证金账户 再冲新高 对不对 今天跌幅很深 没有 尾盘是不是拉上去 对吧 你说我怎么会知道 来我跟大家讲一个 这个就是什么 我常常跟大家讲 外资的平均成本很重要 对不对 我是每天都跟你讲 外资的平均成本很重要 来 它的平均成本在哪里 来我们回到电视的部分 今天8月26号 外资多单的平均成本在7487 在7487 也就是说这一块是铁板 一旦灌破 它的什么 多单有2万多 它一定会想办法让它弹回去 对不对 所以杀下来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这个东西 外资多单平均成本7487 所以我们选择 来 选择跟大家讲 這邊 弹上去之前 你要先把干嘛 空单 先做一个回补的动作 好 那在哪里回补 这给大家看一下 什么地方呢 来我们回到电视的部分 就这一段嘛 插下来 因为我们知道灌破它的成本了 可是它的多单太多了 它会把它拉上去 所以这边 先做回补的动作 好那问题来 投票 你说我老师真的是那个数字吗 我们是不是前一天 就跟大家讲 来 我们请回到手本 这个我们客户都 我们客户都会知道 8月25号 外资多单平均成本 好我们请甚至拉近一下 这里 7487 对不对 一模一样 8月26号可以使用 这昨天跟大家讲 8月25号 今天礼拜三 所以8月26号 可以做使用 7487 好投票 我们再来 对照一次 你看一下 来我们请回到 电视的一个部分 你看一下是不是一模一样 7487 好投票对吧 是不是一模一样 所以我怕投票朋友会觉得说 是不是 是不是今天收盘才讲 我怕大家会这样讲 我们来确定一下时间 来我们再回到手版 这个是什么时间 8月25号对不对 好我们请麻烦四分 帮我们check一下 对吧 这个是礼拜二哦 礼拜二哦 对哦礼拜二哦 不是今天哦 不是今天 我是昨天跟大家讲 好所以 你要如何做掌握 这个就是我们要跟大家 分享的一个重点 好 来我们再回到手版 所以你看哦 我们跟大家讲 我们今天又在什么 短短的16分钟内 65点嘛 空单赚65点 昨天权力做多 昨天你就是要权力做多 今天 不行嘛 空下来你要补 中间这个就是节奏跟差距哦 所以呢 跌幅不会很深嘛 我们都跟大家讲 空单建好就是说 保证金账户再创新高 对不对 行情觉得什么 上上下下今天再重挫机会 不是很高 我们完全验证嘛 10点59分 好 10点59分 我跟大家讲 今天再重挫机会 不是很高 好 我在哪个地方 跟大家讲 来我们回到电视的部分 10点59分 在这里 我们跟大家讲 行情不会再重挫 你看后面是不是弹上去 对吧 是不是弹上去 真的呢对不对 是不是跟博文老师讲的一模一样 真的是一模一样 真的是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今天说真的 因为昨天我们 我们请大家 你要绝地大反攻 对不对今天我们还是 帮大家 赚到钱嘛 确实有绝地大反攻 那你看哦 你错过这一波的活动 来我们今天 还有一个什么 part 2 什么叫part 2 来我们看一下 回到电视的部分 昨天跟大家讲 绝地大反攻 9月份 我们零成本 来做体验嘛 今天是什么 part 2 part 2 让你轻松 体验 朋友 因为我要验证给你看 昨天我跟大家讲 或许你有疑问 或许你有疑问 我今天直接验证给你看 对吧 所以我们今天才有 这样的活动 来我们再回到电视的部分 part 2是什么 69% 好朋友 这代表什么意思 你会觉得怪怪 69% 轻松体验 好 简单跟大家讲 就是69折 好不好 我这样讲 因为上面不能写 上面不能写 我在强调的是 对上面不能写 所以我跟大家讲 就是69% 好不好 我呢 好像也不能讲折 Discount 好不好 我这样 我这样已经应该 讲得非常的清楚 讲得非常的清楚 因为我希望能够透过 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 帮助大家 说真的你看 昨天的行情 再来大家看一下 你看我们先看今天行情把它看完 来我们回到电视的部分 你看你要如何空跟多 都能够获利 这边往下杀 先有一个 卖出的讯号 在7525 这边往下击杀 后来你看到这个讯号 红色的三小型 低檔过来 这边你把你的空单做回補 这边65点 好 那到了中间 好我们先试试这边把它拉近一下 到了中间在哪里 7551 这边出现一个什么 红色向上箭头 买进的讯号 你看后面有没有上涨 对 好我们稍微拉远一点 有没有上涨 有喔 涨了多少 105点 所以你看65点 105点加起来也将近170点的空间 所以你看喔 这个讯号我跟大家来说明 来我跟大家来说说明 你用工具的画面 怎么来做掌握 其实行情的操作 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样的一个复杂 来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喔 这个讯号代表什么意思 来我们请回家手办 这个讯号代表什么 蓝色的三小型代表多方解码讯号 对不对 多方解码的讯号 好那我们再回到 电视的一个部分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像这个部分是不是像这样 诶真的呢 是不是干嘛 请你干嘛 多单解码 所以往上拉抬的时候 这边105点 你就可以做出场动作 这个也是一样 当往下杀 好我们请往左下角 我们把它拉近一下 如果你看到这个讯号 低档乖的讯号 在7460附近 好我们再拉远一点 谢谢 从这边迈出讯号 往下急杀 这边也是65点的空间 所以你今天空跟多 你都可以做操作 对不对 你可以两个都操作 或者是你选一段 都可以 你第一段做完了 我今天不探极 想要休息可不可以 可以啊 这样是不是很轻松 对吧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 我跟大家讲 好 我们请滑手办 你要掌握好 财富重分配的机会 对不对 今天是周选择选结算 你看是不是如此 你要掌握好什么 财富重分配的机会 而且我常常跟大家讲 成功的人 成功的人在逆境当中 看到的是希望 成功的人在逆境当中 看到的是希望 对不对 你运用工具的画面 尤其是昨天的行情 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 真的非常精彩 我昨天给大家的什么 理由是什么 昨天是不是往上 出现非常大 程度的什么 拉抬 那我们怎么跟大家讲 来我们回到手办 这昨天的 8月25号礼拜二 工具的教学 5分 10分 15分 30分 60分K的分析全部翻多 所以昨天要干嘛 全力做多 有机会 我们要勇敢尝试吧 对这么明显的 昨天千万不能空 那今天 反而今天可以空 今天早盘是不是击杀 对齁 今天是不是可以空 所以这个就是中间的差距 那我们怎么做 来你看一下 来我们再回到电视的部分 这个是昨天的行情 你看是不是像这样 8月25号礼拜二 5分K分析翻多 15分K分析翻多 30分K分析翻多 60分K分析翻多 是不是昨天是什么 分析全面翻多 所以我们昨天非常大胆的重压 三笔嘛 重压三笔 你全做的话就是600 对我们跟大家讲 来我们请花手板 所以你看是不是像这样 昨天怎么跟大家分析 没有错吧 有机会要勇敢尝试嘛 7355 7400点 7385 均价7380 所以盘面上先行反应嘛 多单续报 有机会要大赚一笔 后来从哪里 7450涨到7606 对不对 多单要大赚续报 要续报 7580 四架全部平仓 全部平仓 全部平仓 六八 恭喜大家一个半小时 对一个半小时 一笔的225点 2比420 3比600 如果我们昨天早盘所说的 将出现大幅反弹 抓到机会就是要大赚 昨天就这样 昨天真的太漂亮 破纪录 昨天真的破纪录 真的昨天真的破纪录 对不对 运用工序画面 对不对 运用我们的专业 对不对 我们的抗讯 带大家炒索 就是这样子 好那你看喔 今天一样 昨天这样子做 你看所以 所以为什么我今天一开始跟大家讲 那个投资朋友 今天真的打电话跟我老师讲 诶真的 早安在谈 今天 放康哥去探索 他第一次体会到 什么叫多空双赚 因为他以前都只会做多 然后都抓不对点嘛 就是这种大跌的时候 拼买拼买 然后赔了一大堆钱 真正要 全力做多的时候 他不敢做 可是呢他昨天 照着我给他的 口讯的指令 全力做多 三比 六八点 那今天呢 我找盘心要干嘛 放空 杀下来 一样是什么 获利回补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 我们这一次的活动 为什么这么重要 跟大家来做分享 来 所以我们昨天的活动是什么 来我们回到电视的部分 昨天跟大家讲 绝地大反攻 九月份凌晨份体验 这个是昨天喔 今天不一样喔 今天是什么 更好的 Part 2 Part 2 我们绝地大反攻 69% 让大家轻松 体验 让大家轻松体验 其实如果不是很确定 什么意思 其实你可以 我这样讲 你花一块 真的 你拨个电话进来 询问一下 真的 我觉得 常常不要因为一点点小钱 而去赔到大钱 你要省小钱 然后呢去赔到大钱 真的很可惜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活动 因为我们昨天真的希望能够帮助投的朋友 今天 我们确实办到 而且明天 我们也要帮大家 甚至是接下来的每一天 这个是我觉得 我们身为分析师的责任 希望帮助大家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 来我们再回到手板 好你看 这个是昨天 3比 破纪录 真的是破纪录 非常的漂亮 真的是很感动 漂亮 所以你看 多单出的太漂亮 魏老师 帮自己 也帮我们的会员 创造一个纪录 1比225 2比420 3比600 好的 老师也需要您的支持跟鼓励 大家辛苦 接下来我们持续来赚钱 今天有没有赚钱 今天有没有赚钱 有 对吧 就这样子 今天有没有赚钱 有 所以你看 我们跟大家讲的 都会实现 那理由我都跟大家讲的很清楚 我们怎么进 怎么出 今天空单杀下来 为什么要出 因为我们知道外资的成本 在那个地方 我跟大家来讲一下 为什么我们知道 今天要这样子做动作 来我们再看一下 好 我们再回到手板 所以你看 我们每天都会给我们客户这个重要资料 外资多单 平均成本在7487 所以今天急杀之后 你要知道要出 投票朋友 你要知道要出 而且呢 刚好什么低档瓜尼 那个地方 也有出现嘛 所以我们都知道 要做一个动作 所以投票朋友跟大家讲 因为你昨天可能还在 犹豫 你昨天可能还在犹豫 所以我觉得 今天你再犹豫下去 可能对 对你没有太大的帮助 你可能今天又面临到大幅度的亏损 为什么 因为今天早盘 你说不定留多单 因为我昨天知道很多投票朋友留多单 今天开盘先杀下来 再往下灌 对不对 又跌100多点 你可能嚇到嚇死 到了收盘 整个涨上去 你真的是 會吐血 真的到了收盘 今天投票我跟大家讲 今天做多可以赔钱 你不要以为没有 做多可以赔钱 为什么 我跟大家来看 来我们回到电视的部分 你看喔 今天做多会不会赔钱 会喔 你今天如果上面开盘就买 杀下去你就赔钱 而且一跌就跌100点 到了尾盘涨上去 也没有用 真的投票 因为我希望 今天行情是上涨了 没有错 可是如果你做多赔钱 真的非常可惜 就像我们一样 能够找盘空单杀下去 你就知道要补 这个就是中间的差距 有没有 我老师帮大家 带大家操作 差距就在这里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 来我们请滑手板 初期才会制胜 对不对 初期才会制胜 你就用别人想不到的方法 掌握转折就等于掌握财富 对吧 掌握转折 就等于掌握财富 所以我们今天的行情 就应用工具的画面 来 请回到电视的部分 就像这样子 開盘出现什么 賣出讯号 往下击杀 短短16分钟 先做获利了解 落袋未安 这样子就好啦 对 有没有想像这么困难 没有很困难 你看 当冲 就这样子做 我们跟大家讲 来 请滑手板 所以你看今天的行情 7520 防空对不对 7455 试驾 65点 第一点出的实在太漂亮 我们带你干嘛 绝地大反攻 你错过第一波的 part 2的活动 你千万 不要再错过 对不对 这样的一个行情 击杀嘛 你这边没有出后面 你就会变赔钱 对不对 所以part 2的活动 你真的不要再错过 时间不会重来 行情 您真的要把握 时间不会重来 行情 您真的要把握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活动 来 我回到电视的部分 绝地大反攻 我们这个part 2的活动 69% discount 好不好 69% 让大家 轻松来 做一个体验动作 欢迎大家 来做个下旬 好 观众黄金分析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时间不重来 行情要把握 趋势精英决策系统 掌握关键获利点 简单明确好上手 02-2506-6808 02-2506-6808 02-2506-6808 全球触控指标展会 Touch Taiwan触控面板 即光学魔展 8月26到28 南港祥兰馆免费参观 同期展出自动化模具物流展 作为中国最大的拍卖企业 保利拍卖 2015年上半年 成交额达50亿元 连续15次 成年中国大型艺术品拍卖 成交额首位 保利拍卖 请为您提供最为专业 全面优质的服务 委托中国艺术品 请首选保利拍卖 You really reasonable 追踪最新的剧情发展 哇 跟我一起follow下地区 运达一家消息 先上网搜寻 三立新闻王 Live互动美语 全国首创三一互动交学系统 网季学院搭配LivePen 听收读写So easy 数位教学 英文学习So happy 介绍Homework 进度掌握So smart e-learning e-teaching e-management Live互动美语 英语数位学习第一品牌 时间不重来行情要把握 趋势精英决策系统 掌握关键获利点 简单明确好上手 02-2506-6808 02-2506-6808 欢迎回来今天指数虽然说 最后是往上涨的 但是外资似乎在做一些调节 今天从网面有哪些变化 赶快再不先交给魏远哥 好跟大家讲 今天的外资筹码变化 我们先来看一下 来我们测试看手板 今天的外资空单 偏空一点点 你看净多单 他流仓净多单是多少 24000多 还是很多的净多单 所以投票你要注意 他的多单评成本非常非常重要 那一样我们的客户才知道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的 那就麻烦你来做个洽询 我们会用我们的方法 告诉大家好 眼见于此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什么 要帮助大家赚钱 真的你如果不是我们客户 我没有办法告诉你 我觉得 那你如果真的有兴趣 就透过我们今天这个 绝地大反攻part2 69% 69则这个活动 帮大家好不好 来我们再回到手板 所以你看 今天的现货 外资 卖超91亿 三大法人合计卖超110亿 所以你看其实 有点在扯后腿 国安基金不是今天宣誓 进场 还举手 宣誓说要进场 那外资在卖 所以你现在搞不清楚状况 所以你更需要工具的画面 来帮助大家 所以你看今天行情怎么做 来 请回到电视的部分 你看一下 今天行情 卖出炫号出现 往下击杀 低档瓜尼出现 回补65点 买进炫号出现 做多涨上去 高档瓜尼 蓝色色产型出场 105点 所以你看今天行情 不管你做哪一段 都OK啦 我们跟大家讲 来 请回到手板 所以你看 今天的行情是这样 7520 先放空 今天放空可以赚钱 真的可以 你今天不要做多赔钱 我跟大家讲真的 7520 好不好 這邊空单 回补65点 有没有带你绝地蛋板工 有 錯过第一波 part 2千万不要再错过 所以你看今天这样的行情 殺下来 第一点实在是补得非常非常漂亮 短短的16分钟而已 短短的16分钟而已 16分钟内 空单轻松 又获利65点 昨天全力做都三笔全做 大赚600点 空单干嘛 建好就收 我已经先都讲到前面 跌幅不會很深 而且呢 我們的保安金帐戶 再創新高 今天重塑机会 不是很高 是不是完全验证 有沒有 完全验证 我都跟大家讲 而且不是漲了才跟你讲 都是提前 告訴大家 所以你看今天一樣 來 我們回到手板 你看喔 這是昨天的 我們的重塑都有理由 都有邏輯 五十十五三十六十分 分析全部翻多 所以我們昨天的動作 全力做多 735 7400點 7385 均價7380 對不對 這個都給大家看 來到哪裡 來 這邊 7580 市價全部平昌 老爸 老爸 真的這邊 對不對 735 7400 7385 這邊破紀錄 真的昨天破紀錄 文老師昨天真的很高興 今天一樣 又幫我們投資朋友來獲利 我覺得也是蠻高興 可是我覺得 我們還是要盡我們的全力 幫助大家 幫助大家 來我們回到手板 所以我們跟大家講 投資就是要 即時把握時機 好不好 投資就是要 即時把握時機 所以我們今天 這樣的一個活動 給大家來做分享 絕地大反攻 Part 2 我們的69% 讓大家 輕鬆 來做一個體驗 合作 才能夠 共創雙贏 歡迎大家 來做下去 好 感謝收看 我們明天再會